花蓮街頭真的是無奇不有 日前有民眾直擊一輛農用搬運車在市區奔馳 後面載的不是農產品 而是一名喝得爛醉的男子 還有一輛雙載機車 後座的乘客呢 右手是扛著行李箱 左手再拖著一個行李箱 PO上網引起熱議 民眾直呼這就是花蓮奇局 民眾開車在路上 突然旁邊一台小車 瞬間吸入民眾的目光 這輛農用連結車行駛在花蓮市區 後面卻沒載任何的農產品 而是一名滿身酒氣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就這麼大辣辣的躺在貨車上 原來這名男子喝醉酒被計程車拒載 朋友不得已 只好把農用車當成小黃 把他載回家 像這種農用車在花蓮十分常見 一般是用來載運西瓜等農產品 規定速度也在20以下 如果有掛牌 是可以在道路上行駛的 原則上還是叫計程車 或是騎那個會比較安全 因為畢竟後面 那個站在後面的話 是有一點危險性 花蓮還有民眾拍下 一輛雙載機車 後座女乘客本身就扛著一個行李箱 其實後面居然還拉著另外的行李箱 南騎市穩穩的一路往前騎 行李箱就在後面跟著一路往前滑 民眾覺得有趣頗望 但這樣危險的行為也讓人好奇 真的沒問題嗎 按照交通部機車載務規定 機車載運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 強度不得伸出車位 這是民眾看到 只是感到好笑 但下次要是被警察看到 可就會吃上一張法單了 記者郭品佑 徐立芹 花蓮報導